明朝年间开封城有个布庄 老板浩二娘手艺绝妙 勤奋结简 靠辛苦织布赚钱给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 可儿媳们进门不久 经常与浩二娘争吵 原来浩二娘信佛 她每次上寺院礼佛 都要竭尽所能供养三宝 儿媳们看婆婆供奉菩萨如此大方 对自家人去齐齐空门 婆媳之间闹得鸡犬不宁 老太婆 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 把钱又捐光了吧 这天 浩二娘又准备去寺庙拜佛 刚出门 遇到了一位比丘师傅 募捐善款 修善寺庙 画像 募画二十两银子 这画真是精美啊 可惜要二十两银子 是啊 太贵了 可惜我没有那么多钱 不然就买了 让开让开 毛公子来了 这画哪值二十两 我给你一两 现在它是我的了 不行 说要二十两 就是二十两 公子 这一两银子 还给你 你把画留下 这时就算了 不能就这么算 除非你出价比我高 好 咱俩比比谁出得多 谁就得到这幅画 不管输赢 出价的银子 全都捐了修善寺院 好 我出五十两 我出一百两 五百两 八百两 一千两 一千二百两 哈哈哈哈 一千二百两 就买这么一幅画 真是蠢货 好二娘正在反应过来 自己中计了 当画一输出 无法收回 好二娘 只能兑现承诺 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这是我布庄的地契 能值一千二百两 我全部捐了修善寺院 什么 你把布庄卖了 卖了多少钱 钱呢 老太婆 你凭什么卖布庄 布庄不是你一个人的 对 卖的钱 我们也有份 钱 全部捐出去了 家也全被拜光了 这个家也没法带了 我要回娘家 而媳妇们 见家也被拜光 和婆婆大吵一番后 各自回了娘家 你们 好二娘 见儿媳们 丢下自己儿去 一时起不过 一个人 孤零零 病倒在床 傍晚 比丘师傅 来了好二娘家 先给好二娘 为了要完 随后 拿一副 刻着观音菩萨的 玉佩项链 挂在她脖子上 你把这个戴上 病就会好了 接着 比丘师傅 掏出一本册子 这是我独创的 织布新技术 传于你们 重建张家布庄 哎 可是现在 家里也只有我 一个老婆子了 你放心 我去把孩子们 找回来 很快 比丘师傅 就将好二娘的 儿媳妇们 劝了回来 并带着他们 一起练习 不久 张家布庄 新花布面试 立即轰动了全城 张家布庄开业了 有好看的新花布 排队买布的人 派了二李帝 想帮了布庄 所有存活 我要三尺 我要五尺 我要三尺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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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 再给我一些 就在这时 布庄本口 闪过一道金光 观音菩萨 从金光中 缓缓显现 尽会如海 泪难修 百千万劫 化炎福 心中常念 观自在 甘露变洒 自圆融 学好手艺 方能立命 行善积德 门第昌盛 利益子孙 说完金光隐去 菩萨消失不见 众人感激菩萨点话 连连叩拜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开始 好二娘 马上带领全家人 在院子中 素起一尊 能静观音响 日日恭奉 从此 菩席们不再争吵 相敬如宾 菩萨点话菩席的故事 在这一代 广为流传 于是家家户户 都供奉起一尊 观音宝像 祈求菩萨保佑 家庭和睦 家业兴旺 这次观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能静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